平凡的一天 校园中的花圃 却有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 拉起了警戒线 今年1月 澳洲新南威尔斯州 首府雪梨的一间游乐场 发现了十棉污染 随着调查扩大 陆续发现更多污染区域 最新地点是雪梨西区的 两所学校 受污染的学校 因此增加到四所 加上公园 游乐场和住宅区 目前雪梨已有34处场所 发现了年节十棉 我实际上是很惊讶 因为我认为 这就是很多游乐场 所以我们在这里花了很多时间 这就是很可怕的 雪梨市的花园和花坛 经常使用回收的土壤覆盖物 石棉就藏在这里 虽然年节十棉对人体和环境 的危害较低 但新南威尔斯当局 已全面展开移除作业 调查范围也将扩大到 33座公园 预计需要数星期 才能完成检测 大爱新闻 江玉廷辩议